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道土豆超好吃的做法 去平坑土豆 改刀切成片 切好土豆片 放入清水中 洗去淀粉 这样子做的水不容易发黑 多清洗几遍 洗干淀土豆 控干水分备用 适量的红尖椒 斜刀切成麻辣状 适量的大蒜叶 斜刀切成段 蒜叶的蒜感分开 四个蒜子拍散 方便入味 生姜切成片 一块钱的五花肉 改刀切薄片 半个洋葱切成丝 放入锅仔中 起锅 烧油 锅中油温烧至绿水热 虾肉片炸一下 火锅片炸得好吃 炸就很干净 等火炸炸至纸红黄 这样吃起来还香 炸好了醋 然后再油温生锅 锅中油温生至清净热 但是油渐不搭三重点 这样吃起来就不脆 炸好倒出控油 锅中加少许的油烧热 油热后下入洋葱丝 炒出香味 闻到香味后 盛出备用 锅中加少许的油 油热后下入肉片 将肉片炒干炒出油 炸好 炸好后 放入生姜蒜子 蒜桿 红黄椒 小火炒出香 然后下入辣酱 炒出红油 然后加少许的蚝油炒香 炒香后下入鱼片 翻炒几下 开始调味 炸入水油 少许的鸡精 这样的白糖 辣椒粉 少许的紫然粉增加香味 然后大火炒至十秒钟 出锅前放入大蒜叶 白芝麻 炒点香油 翻炒均匀即可 好了 起锅 关盘 好吃的 干锅子都片做好了 满味又解馋 好吃下饭 喜欢的朋友排您吃一条 我们来没有帮助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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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